第1233章 远古遗迹 第1234章 远古遗迹 第1234章 远古遗迹 要老倒是并没有封尊者的那般乐观 沉引道 别高兴得太早了 如今这远古遗迹吸引了不少大陆强者以及势力 而且那里已是受狱之内 想要从其中拿出什么宝贝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当年那一次远古遗迹可是杀的血流成河 斗宗斗尊强者不知道云落了多少 文言封尊者的面色也是凝重了一些 他经历过当年的那次远古遗迹争夺 自然是知道那种争夺是何等的惨烈与残酷 这远古遗迹是怎么回事 硝烟见到皱眉沉颜的二人忍不住的问道 先下去再说吧 你昏迷的这一年时间中 中周也是发生了不少的事情 封尊者目光看了一眼四周 然后与药老队视了一眼 对着硝烟招了招手 一行人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躲下高空 进了星云阁的大殿 一行人行入大殿 分析而坐 硝烟对着紧格而来的小一心笑了笑 然后目光转下封尊者 后者见状也是一笑 喝了一口香茶 整理了一下思路 方才缓缓地说道 远古遗迹顾名思义 自然便是那些从远古流传而下的东西 而能够历经岁月变迁 依旧留下的痕迹的 那些遗迹的主人 必然不会是寻常人物 而此次受遇出现的遗迹 从其完整程度来看 其主人或许是一名 斗圣级别的巅峰强者 文言 硝烟眼中也是夺过一抹凝重 斗圣 这个几乎接近了这片天地间巅峰的存在 如今突破至斗尊 他也是能够越发的感觉到 这个层次的恐怖 而一名斗圣强者所留 对于这个时代的人来说 无疑是拥有着无可抗拒的吸引力 远古与现代是完全不同的时代 在那无数岁月中自然会留下众多的遗迹 一些遗迹或许会在岁月中掩埋或消失 但也有一些会在偶然之间重见天日 就比如此次所发现的这远古遗迹 每一次的远古遗迹出世都将会引来一阵兴风雪雨 斗圣级别强者所遗留的东西 你应该知道具备着何等吸引力 那足以令的人为之疯狂 封尊者笑了笑继续说道 你所修炼的焚绝当年也是我与耀尘等人经历了诸多血战 封他成功地将它从那一次的出世的遗迹中带出来了 萧炎默默地点了眼头 他曾经听耀老提起过 得到焚绝的过程相当之困难 此次的远古遗迹比上一次我们参加的那一次 恐怕还要更加麻烦 因为他出现的地点是在兽雨之中 那里是魔兽家族的天下 兽雨 萧炎眉头微皱 对于这个地域他倒是听说过一些 那里完全是魔兽家族的地盘 虽说也有着人类混迹在那里 不过总的说来 那些以家族成型的魔兽 还是拥有着极强的排外心理 这一次远古遗迹出现在他们的地盘上 以他们的性子 肯定不会乐意让人类强者来分一杯羹的 事情麻烦 萧炎轻轻点了点头 那些魔兽家族的难缠程度 所以令得不少强者都感到头痛 唉 远古遗迹一出事 我便是派了星明哥的长老多加注意 原本是不想蹚着浑水 对于经历过上一次一计争夺的我们来说 非常明白这之间的残酷 若是让得星明哥牵扯进去 必然会带来不小的麻烦 风尊者轻叹一声 说道 如今星明哥基本已被列入魂殿的黑名单 我们需要时刻警惕着他们 若是在这种时候出现什么大伤元气的事情 他们肯定会落井下石 顺手将我们给灭了 现在耀尘尚还为恢复力量 所以他也不能公开 少了这种强力助手 我们并不可能与魂殿纠缠 萧炎微微点了点头 星明哥虽说名列四大阁之一 但与魂殿这种传承极久的老牌势力相比 差距依旧是太大了 不过如今在那远古遗迹中 却是发现了魂鹰果 这样的话 这浑水也是不得不汤了 风尊者话音一转 沉声道 魂鹰果异常的重要 他关系着耀尘能否彻底的恢复巅峰实力 如果真的能够将之得到的话 那么星明哥的实力 无疑将会立刻暴涨 到时候 有了耀尘这等人物坐镇 即便是魂殿 也是不会再轻易胡来 所以不管付出再大的风险 也是必须尽全力 帮助耀尘恢复巅峰 如今星云阁与魂殿为敌 而此处又是星云阁的大本营 必须要有强者坐镇 所以这远古遗迹 风老是无法动身了 萧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 说道 至于老师嘛 这里拥有着星云大阵 您留在这里也会安全许多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 您也只能在这里 这样算来 这远古遗迹便只能交给我了 魂殷果 我会尽全力将它给带回来 而且对于这远古遗迹 我也挺感兴趣 萧炎轻笑道 太危险了 你并不了解 这远古遗迹争夺的残酷 你还要救你父亲 可绝不能出什么差错 耀老摇了头说道 老师 如今的我 即便是再次遇见摘星老鬼 那等实力的强者 也是能够安然而退 放心 我知道分寸 萧炎笑了笑 也不带耀老继续说话 目光转现封尊者 说道 风老 还请帮我准备一份 授予的详细地图 魂殷果的事情便交给我吧 门炎 封尊者看了一眼 一旁眉头紧皱的药老 玄机轻轻点了点头 说道 虽然我也有些担心 但如今最好的人选 的确是非你莫属 为了让药臣尽快恢复巅峰实力 这一次便只能再麻烦你了 地图的事情 我会尽快地帮你搞定 另外 离开的时候 你将木青鸾也带上 他的家族也是在授欲之中 说不定到时候能够帮上一些忙 萧炎笑着点了眼头 并未拒绝封尊者的好意 见到两人这般迅速便是伤妥 要老嘴巴张了张 玄机只能无奈地叹息了一声 看着萧炎轻声道 唉 既然你执意 那为师也不再劝你 一路上多加小心 若是遇见紧急情况 便立刻撤退 你要记住 在我的心中 恢复实力并没有你重要 这种弟子不好找 萧炎挠了挠头 黑黑地笑着点了点头 在确定下了 接下来的行程后 萧炎却并未立刻地急忙动身 此行事关要老 能否彻底地恢复实力 因此必然不能出什么差错 所以这之间的种种情报 也是必须完善 所谓磨刀不复砍柴工 情报齐全了 办起事来 也是将会极为顺利 在这几天之内 萧炎也是挂上了一个星云阁长老的名弦 如今要老便是星云阁阁主 身为他老人家的弟子 萧炎自然也算是星云阁的人 而对于如此一位年轻的长老 也是在星云阁引起了一些震动 不过却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声音 当日萧炎破塔而出的那惊天气势 也是让得所有人都明白 以他的实力 坐上这长老之位是绰绰有余 而在这休息之日持续了三天左右后 与远古遗迹有关的情报 也是尽数被萧炎收入囊中 他知道 是该动身去那烧狱的时候了 当第三天的陈辉自天际浮现时 星云阁晨练的弟子 目光皆是投向了天空上 那里几道身影踏空而立 清风浮动 一昧飘飘 气度不凡 萧炎 此行记得要多加小心 若遇见麻烦便速速撤退 封尊者望着整装待发的一行人沉声道 萧炎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转向封尊者身旁的药臣 深吸了一口气 对着后者抱拳恭声道 老师 保重 魂阴果弟子定给您老人家带回来 话音落下 他也不再做半点延迟 手掌一挥便是猛地转身 身形一动 对着那出口迅速夺去 眨眼间 一行人便是消失在了那众多目光注视之中 老家伙 你找了个不错的弟子啊 望着萧炎消失的方向 封尊者缓缓说道 要老轻轻点头 洒然一笑 能得此子 人生无憾 当年的选择 我终究是独队了 斗魄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 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去收听 斗魄苍雄 第1234章 寿玉 魏蓝天际万里无云 天空上看上去 就是如同一块巨大的蓝色镜子般 清澈无比 寂静的天际 突然间传了一道 鹤鸣之声 寻寂一道白色影子 自远处天空 宝夺而来 带起一阵狂风 自天空之上 呼吸而过 靠得近了 方才能够瞧见 这道白影 居然是一头 通体雪白的巨鹤 而在其宽敞的后背上 几道身影盘坐 赫然便是那 自清允阁离开的 萧炎一行人 此行前往寿玉 必然不会一帆风顺 被那远古 一记吸引而来的 强者太多 想要在这种地方 得到所需要的东西 那可不是 什么容易的事情 因此此次出行 萧炎也是将 小一心 紫妍 天火尊者 甚至雄战 都是给带了出去 这等阵容 再加上如今 萧炎的实力 已是极敦强横 虽说不至于 能够在 兽玉这种地方 横着走 但也是不会 随便什么人 都敢前来招惹的 啊 兽玉有什么好玩的 去那里干什么 紫妍对于此行的目的地 倒是颇为有些抱怨 一路上不断的 这般堵丧着 然而对此啊 萧炎倒是笑笑 他知道 多半紫妍失踪的那段时间 便是去了 这所谓的兽玉 那里是斗气大陆 魔兽家族 最集中的地方 虽然太虚古龙 极其的神秘 但想必 他们同类之间 必然有着一些 共同血脉的联系 所以紫妍方才会顺着 这种感觉 前往寿玉 听得紫妍的嘟囊 小医仙也是微微一笑 萧炎顺利苏醒 并且伤势痊愈 也是令得他彻底的放下了心 那瓶里紧绷的脸颊 此刻也是变得松滑了许多 喏 不要再嘀咕了 萧炎笑着摇了摇头 将一个小玉瓶 甩给紫妍 后者接住了一看 方才有些洗扇眉梢 将里面的药丸 如同豆子一般的 倒进嘴中 扒记了半天后 方才黑黑笑道 大地方可不比中州好混 既然远古一季 如今出现的兽玉 你想要顺利取到东西 那便得有血拼的准备 青鸾 说说兽玉的势力分布吧 也好让我们提前准备一下 什么人该惹 什么人不该惹 萧炎也不理会这丫头 目光转向一旁 盘腿而坐的穆青鸾 笑着问道 闻言 穆青鸾也是抬起眼 目光依稀有些 复杂地看了眼萧炎 谁能想到 这家伙在经历了 此次的重伤后 竟然直接突破到了斗尊 这个层子 可是他梦寐以求的地步啊 兽玉 聚集了斗鸡大陆 将近70%的魔兽家族 那里是魔兽的天下 其中包括魔兽界的三大族群 天妖皇族 九幽地鸣茫 太古虚龙 说到天妖皇族的时候 木青鸾盯着硝烟 轻声道 你可得多小心点 天妖皇族 对妖皇血经感应极其敏感 上次你能避开凤青儿 是他实力不强的缘故 但若是在兽玉 遇见天妖皇族的强者 怕很难再掩饰 天妖皇族 是魔兽界三大族群之一 其族内强者如云 极端的恐怖 即便如今 你已进阶斗尊 但面对这恐怖势力 也唯有褪鼻三舍 所以说 你身上的妖皇血经 在进入兽玉之前 最好想办法解决掉 沐青鸾认真的道 硝烟摸索着下巴 天妖皇族 能够成为魔兽三大族群之一 实力恐怖是不必说的 若是没有特殊情况的话 硝烟也不想与他们为敌 天妖皇族算什么东西 硝烟你不要怕 有我在呢 他们敢来 我就让他们都回不去 听得这话 一旁嚼得不一乐乎的紫妍 顿时撇了皮小嘴 拍着小胸脱道 沐青鸾愕然的看了一眼紫妍 对于后者的身份 他一直都不清楚 不过 从疯匈者他们 对待后者的态度来看 想来这小女孩的实力背景 应该不弱 但她拥有再强的背景 这话也是有些夸大了 能够成为魔兽界的 三大族群之一 这个大陆上 能够对他们这般说话的人 或者视力可没多少 她并不认为 面前的这个小女孩 拥有着这般能量 硝烟也是撇了炎子炎 忍不住的摇了头 这丫头虽说是太虚古龙 但却太小 实力虽说不弱 但还远远达不到 让天妖皇族文风脏胆的地步 放心吧 妖皇血精 我会想办法的 目光转向青鸾 硝烟笑道 你有信心便好 这事 你应该知道严重性 在兽狱得罪天妖皇族 就如同在中州 得罪了丹塔这等势力一般 极其的麻烦 穆青鸾点了点头 轻声道 兽狱之内的附属关系极强 一个强大的族群 能够拥有着很多个附属族群 这些附属族群 以主族群为主 这之间的牵扯极多 说起来 远比人类世界的主宗 与分宗要复杂 我所在的种族 是青鸾族 虽说比不上天妖皇族 但在兽狱中 也算是拥有着一些名气 我族麾下 便是拥有着将近十个附属族群 这些族群的强者加起来 也是极为不弱 萧炎眼中有些惊叹 这里的独特区域 造就了独特的风格 类似这种附庸的关系 在人类世界中虽然也具备 但远没有发展的 如此的盘根错节 人心有时候远远比兽心要复杂 兽狱之中 附属族群最多的 便是九幽地名蟒族 这三大族群中最为庞大的 当然 换取数量的后果 便是导致如今 九幽地名蟒的血脉 越来越不清纯 天妖皇族 对于血脉的管制 就极为严苛 即便是死去的天妖皇 也必须被安葬在 天妖皇族的禁地之中 外人若是得到了天妖皇的尸体 或者其他 那么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主动交给他们 二嘛 便是面对他们的追杀 穆青伦摊了摊手 说道 说到此处 他意味深长地 看了硝烟一眼 似乎是在提醒着他一般 至于那最为神秘的太古驱龙 当时没有听说 他们拥有什么附属族群 当然 这应该是他们没兴趣 不然的话 会有不少实力强大的族群 主动凑上去 在提及太古驱龙时 穆青伦的脸颊上 也是夺过淡淡的崇敬之色 与天妖皇族 九幽地名蟒 这等慢慢爬上来的种族不同 太古驱龙自从远古 便是当之无愧的万寿至尊 从远古到如今 他们一直都是魔兽界中 最为顶峰的存在 紫妍张着嘴 将最后一枚丹药塞进嘴中 嚼了几下 这才心满意足地拍了拍小肚子 漫不经心地说道 天妖皇族也没你所说的难般强悍 魔兽界中 同样不乏一些异常低调 并且都是由远古流川而下的血脉 这些族群或许数量不多 但实力却是极为不错 即便是天妖皇族 也不敢随意的招惹 一群有着一点远古天皇血脉的后裔而已 如果是他们那些老老祖先还在的话 那还有着说这种话的资格 可惜 真正的远古天皇 这平天地已经没有了 而且太古虚荣也不是没有附属族群 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 听德子言此话 穆青鸾嘴巴也是微微张了张 远古天皇这等传自远古的名会 他倒是在族中的古籍之中偶尔见过 据说这种天皇在远古时代 那可是能够与太古虚荣这等 魔兽至尊相匹离的巅峰存在 只是他确实没想到 这种远古隐秘之名 如今竟然会从这个小女孩嘴中说出来 我青鸾族 在兽狱中也算是有着一些名气的族群 若是太古虚荣拥有附属族群的话 这等重要消息 我会不知道 虽然隐隐间知道或许子言所说不假 但穆青鸾依旧是有些不甘心 被一个小女孩这般教训 灯下便是说道 青鸾族 子言千细眉头一挑 目光有些古怪的看了穆青鸾一眼 嘿嘿一笑 确实竟然不再说话 见到子言这般模样 穆青鸾有些气急 一旁的消炎见状 连忙的将他给拦了下来 此次的远古遗迹 出现的地点便是受遇的受害陕内 那里算得上是九幽地名蟒的领域范围 据传闻遗迹之中有着天接斗技的存在 想必九幽地名蟒族的强者也会来插上一脚 到时候争夺必然会极其的激烈 你们尽量小心一些 取到了魂英国便迅速离开 清晰了一口气 穆青鸾咬牙切齿地看了一眼满脸不在乎的子言一眼 颇有些怒气地说了一声 便是直接盘坐闭幕 显然呐是被子言气得不轻 对于这一幕啊 萧炎也只能无奈地摊了摊手 然后狠狠地瞪了子言一眼 然而后者却是对此直接无视 伸了一个懒腰 便是把一旁的熊战当作靠背 迅速地熟睡了过去 因为沐青鸾与子言的不对眼 之后的路程倒是显得颇为的沉闷 但所幸这种沉闷在持续了大约四天时间左右后 终于是被那出现在事先尽头的茫茫山脉给打破 那里便是寿玉 一个以魔兽家族为主的奇特地狱 豆破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聚收听豆破苍穹 第1235章